所以放心,牧师只有十二分钟跟你分享的,长得到很容易讲,管得到就很辛苦了。 今天主题是听哀求的神,还要跟你分享的是说,我们等主耶稣基督是一个听哀求的神。 我们来看一些经文里,我们来了解一下怎么说耶稣是一个听哀求的神。 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好不好,一二三。 耶稣是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畏惊,说,某城里有一个官,不惧怕上帝,也不尊重世人。 那城里有个皇父,到他那里说,我有你的对头,求你给我伸冤。 他多日不准,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惧怕上帝,也不尊重世人。 只因这多不怀道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惨慕我。 主说,你们听这不抑之官所说的话,上帝的写凌昼夜呼吁他,他从来为了他们人的多时,其不终求,给他们伸冤吗? 我告诉你们,他要快快给他们伸冤了。 难得人只来的时候,遗得见实上有信得了。 阿们,我们这个祷告。 先父,我们感谢赞兵你今天早上,把这个篇信息叫人身手里面,求主你打开我们的心,能领受里面的奥妙和道理。 感谢赞兵你,奉耶稣的名。 阿们。 阿们。 耶稣是一个听祷告的神,祂听哀求的阿们。 阿们。 阿我们首先来看,刚才我们读这个经文,有个概念喔,有个概念是什么? 我们的概念我们来稍微看一下 这里说 某城里面有一个官 不惧怕上帝也不尊重世人 常常听到世人人家讲 这个人不怕心不怕鬼 大概是这么样的一个人 这个人 耶稣要比喻一个比喻说 这里有一个官连人都不怕 连神都不怕 是什么都不怕的一个人 那耶稣要比喻什么 比喻说我们是想有一个人 就不怕神 又不关心你的情形 但你得像这样的人祈求 看啊 耶稣用一个比喻很妙的比喻 你要求像这样的人 不怕人又不怕神 又不听你爱求的人 耶稣用这样的比喻来比喻神 他用最差的人来做例子 因为他想让我们 让你知道祷告跟神 喜不喜欢你 没有关系 诶 那个官 根本不理人家的 他是一个很自私 是一个坏的官来的 他只想到他自己罢了 可是 今天上帝用这个比喻啊说 如果我就是那个坏 坏的官 如果我是 如果我是那个坏的官 都会 听你的哀求 但是 我不是 我不是那么坏的人 我不是那么坏的官 他用最坏的例子 坏对差的人来做例子 他想让你知道 祷告这件事情 跟你喜欢 不喜欢 神喜不喜欢你 没有关系 我们常说 主啊 你若爱我 你就祝福我啦 就好 我姐姐 神却说 我祝福你有两个条件 有两点 首先 你对我的应识有信心 我讲的话 上帝讲的话 你对上帝的话 圣经的话 有信心 你就合格了 第二 我是圣洁的 所以我会坚守我自己的话 OK 第二 我们来看 那承你们果父 到他那里说 我有个对头 求你给我神言 然后 上帝比喻我们 我们这些人 都是果父 因为那耶稣用的比喻很妙的 第一 他说他是个坏官 第二 你们就是那果父 上帝把我们称为果父 那可能兄弟姐妹 你活在这个世界啊 现在2012年的世界啊 果父不算什么呢 是吗 哎呀 安息起来也不要紧 自己去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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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当中都有 我的家会都有 果父来的 有三个孩子 他也一样的照顾他的孩子 长大 是吗 现在社会没什么问题了 可是在耶稣的年代 那一年 那个时刻啊 如果你被称为 果父是什么样的 是 怎样的一个 是一个 是一个 你人生啊 淪落到 低谷的时刻 在三 两千年前啊 一个果父 不可以在外面 摊家的 如果啊 你说你是果父呢 你就是一个 人生的低谷啊 你的生活的那个安稳 你的经济的条件 都不比人了 因为只有一个女人 可以在外面赚钱 罢了 那就是派杂波 不好的女人 既女 可以在外面赚钱 还要不要 站在街上这样 可是 在两千年前的女人 不是可以怎么样的 那你必须要有个概念 犹太人有一种的律法 犹太人有的想法 这样说 如果大哥的妻子死掉 弟弟一定要负起责任 把这个 如果弟弟是没有 没有娶老婆的话 一定要娶大嫂 做老婆 免得大哥没有 大哥没有后代 然后又加上 免得大哥的妻子 没有人照顾 那 所以 每一个 每一个弟兄呢 就是有责任要 娶大哥 或者弟弟的妻子 但是 如果你被称为果父 就是所有的弟兄都死到亡了 所有的弟兄都嫁到亡 啊 娶到亡了 没有人再娶他了 他才被淪为果父 定为果父 这个名称 你明白吗 果父在圣经这个经文 耶稣在形容 果父是 你是没有依靠 你没有什么盼望了 经济上 条件上 在社会上 在社会上 是被边缘的 是逼近的 神行由我们这些人 都是果父 所以呢 主耶稣要我们什么啊 主耶稣 要我们 明白一件事情 为什么我们称为果父呢 果父就是说 神希望你啊 跟祂祷告的时候 跟祂祈求的时候啊 是带着一种的态度 跟祂说 只有主啊 只有上帝 你能够帮助啊 我们常跟神祷告 祈求帮助 同时 我们还有很多的 免费啊 啊 如果这个办法没通 我说这个办法 这个办法 那边 那边 这边 就会是调了 上帝说 你是果父 果父是没有盼望 没有期望 没有 什么条件 只有上帝啊 你 我寻求你 就好像这个果父 向这个法官求了 你求你帮助我 听我的 我的案情 神说你想要搞到什么都可以 但除非等到你走投无路 否则我是不会答应你的 这样你才知道 我才是真正的供应主 那我做牧师 我常常在帮助别人 包括 经济上的啦 那些借钱赌博的啦 跑路的 我安排很多人都跑路了 那 那个 他们没有走投无路啊 你 不能帮助他了 因为 他觉得他还有路 尤其是那些赌博的 他 有办法 还可以办法 还的 他不会想跟你讲说 哎呀 靠耶稣啊 靠耶稣啊 不实际的啊 我这个礼拜 靠多多版本 跟他实际啊 可能心急动动就可以了 哪一场马 可以帮助我 哪一场球 可以帮助我就OK了 何必要靠耶稣呢 他还有路 所以我常常帮不到这样的人 真正帮助到的人是 他真的是没有路啊 他真的是要跑路啊 他真的是说 牧师啊 我该怎么办 如果我没有还啊 后面啊 那个阿罗已经天天在醉了 我 因为很大的压力 我几乎要死了 我曾经也去过 遇到一样的人 在hotel里面 他拿着copy oil 不是那个 拎的copy oil 那个除草剂 copy oil 被拎的copy oil 你知道吗 你知道除草剂 放在那个草里面 他草就不干死了 你想看这个 这个东西喝下去的人 会死 会不会死 他说我想在hotel那边 喝copy oil 死掉吧 因为我没有路了 我说 没有路的 第一次说 你欠多少钱 哇 四百多钱 我也不知道怎样帮助他 四百多钱 我帮助你 跑路 不信 上帝不是一个不贫爱情的人 当你人生走到低谷 走到绝路的时候 上帝就是人的尽头 神的胎 帮助他 所以上帝不希望自己是悲胎 他不希望你当他是spare guy 不是这种态度 果腹是没有的盼望 没有的希望 第三 我们来看 我所以不怕上帝也不尊重世人 只因这果腹烦扰我 我就给他生缘吧 免得他常来 禅磨我 有些 在这里的经文里面 这里耶稣用了一个法律的字也叫 深冤 才有在God里面才有用的深冤 这两个字 耶稣是说 在法律上 不管我是个贪官 我是个不好的官 不是个怪官 但是因为律法的缘故 我替你深冤 今天上帝听我们祷告 不是因为我们多可怜 上帝听我们祷告也不是因为我们多虔诚 多真心 上帝听我们祷告是因为法律的缘故 祂愿意以后 替我们深冤 因为祂是信守承诺的一个神 祂对祂的承诺很了解 祂公告祂告 阿们 所以我们看到神的奇妙的地方是 祂信守承诺 祂不像那个不义的官 用了一个法律之言给祂生命 意思是说 如果一个人不承认神 或者神公义的人 都愿意让一个人 他不喜欢的女人 如愿 帮助这个伯父 爱你的神 岂不愿意替你身边 而且快快的替你身边 换句话说 神会像那个不喜欢的人的官 那样让人等很久 耶稣加上这句话之后 ok 我忘记按了帮你了 耶稣加上这句话 然而人是来的时候 遇见 遇得见书上有信的 耶稣说什么 信心就是 相信因此 人大半啊 都非得等到祷告答应之后才相信 但是耶稣说 我会答应你的祷告 不是因为我喜欢你 是因为我圣洁 我是一个圣洁的神 我会听你的祷告 所以 很多人就等 哎呀我看你这个 看你什么 我都相信 你已经报的不信 永远都得不到 你必须相信这个神 听你的祷告 听爱情的神 你的神明就有祝福 最后 我会或八分钟的时间 放一个小短片 这个 ready了 神明也ready了 这个短片呢 是我们的 香港艺人 罗慧娟 临终之前 他 给 他最后的生命的一口气的见证 那是因为时间的缘故 我不会把整个过程拍给你看 因为整个过程四十分钟 我把Gut&Beggut 拿最精彩的 最精妙的那一部分 八分钟而已 给你们看 然后你要看那整套的话呢 我会送给你整片DV 每一个人拿一遍回家 ok 可以吗 ready啊 准备好了 观看 看电影了 ok 我去 一零年六月的时候 我知道自己 有了末期癌症 我第一个反应就可以拍见证 真真实实 这个不是戏剧 我又不知道我何时死 我为什么不趁我自己现在 还有力 还可以透气 还可以讲到话的时候 我就做这件事去 我觉得不在乎生命的长短 而生命的质素 现在我觉得给你很多年名 那又如何呢 现在反而我知道 我的生命不会很长 我那种活在当下的珍惜 但又不会很用力 很自在的 很开心 我是第一个知道 章琳有癌症 那你说我可以有什么反应 下一条 哦 癌症 是不是 接着我脑呢 响音我 上帝早有预备 接着歪歪 不断都是这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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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过去 这么多事情的发生 令到你今天 可以有能力去面对这件事 我不记得哭了多久 我想好一段时间 可能是 一直讨告 因为我知道 除了医护之外 我想是神最帮得到他 我们一直都互相鼓励 总有我占底 总有我占底 那样 我那一下 马上想 我的糖尿病 就是胰壮有问题 他占底的方法 用到这么尽 有没有搞错呢 我记得差不多下班 收到他的信息 多谢你们 好像他一罐那样 哈利路亚 感谢主 我看了看了看 当然没事了 看了最后一句 叮叮叮 不知道中招还是中奖 我得了义壮癌 等我由开心 然后突然跌了 我很忍不住 我很辛苦 其实我回家 就突然我妈说 我妈妈说 我妈妈不要了 自己不舒服 有很大的问题 那我 我和我妈妈一起祈祷 我想一起祈祷有力一点 神有一个特殊的恩典 神的恩典一种是 把你从病痛中拯救出来 一种是 你仍然在病痛中 但是却没有病痛的这种伤害 它是第二种 我觉得我现在可以做到的就是 我以前曾经 我以前曾经是很渴望 有一天 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我可以大大声说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 该跑的容易跑的 我想 这一场仗我打了 我要走的 我都走了 我不知道 世人的眼光 不重要 但是我觉得 我要下场 好好去打仗 好好去跑 所以就觉得很开心 在2006年的时候 我在Mary Kay的职场里面 是被视为最有机会成为香港 第一个销售队伍的最高职客 叫做NSD 首席督道 原来不是考我 是考我下面那些 而其中一位 她的业绩因为不是很稳定 我就说 不如我和你一起 再又开始 打好基础去做 她不明白 因为对她来说 你要升职 跟我有什么关系 那时我心里面 为什么你不肯努力 现在你这样算了吗 她很生气 她跟我确实说 确实 怎样的 心里面还在 怎样的 怎样的 不是你要我做 怎样的 很清楚的声音 你爱我吗 我爱你 我爱你 你知道的 我爱你 我才会做Mary Kay的 要不然 我没可能 全心全意 这样下去做的 接着 第二次上来 你爱我吗 我当然是爱你 你知道的 我都要搵吃 我都要生活 很正常 然后再问第三次 你爱我好吗 我一直不哭 因为我知道 我不是不爱神 但是 我都会很向往这份工作 能够去到某个位置的时候 是被我非常丰盛的收入 在那一刻 我立刻哭得很厉害 流泪到趴在地上 我心里无神救 我说有一天 无论我在这个职场里面 我拿到多少风光明令 一起 只要你清清楚楚 告诉我 你会走 我立刻走 在他面前说过 因为我们都支持他的信仰 但是我们背后 我们一定会 既然你这么信奉主 为什么主要给你这么多磨难呢 我是觉得对他非常不公平 我想我今次能够这么安宜面对 我很感谢牧师的教导 他真的教导 现在是一个挑战你的信仰 是不是扎根的信仰 其实很多人信耶稣的 我不是说我自己很厉害 但我很感谢主 我有机会到一个好的导师 他给我好的教导 我正正在我这一年多的日子里面 我就是原来我学到的东西 当你信 而且去合 你就发觉全是真的 舒服 我没有想过一个患这么重病的人 都可以这么有力 和人存福音 我学了一个好功课 就是 We do the best Go to the rest 这个best 不是撑着很努力的 而是你自己深知 你真的有尽力 因为尽力 如果你不能兼顾其他的事 你只是很努力工作 我觉得这个不是神的喜悦 因为神希望是我们一个圆满的人生 是人制关系 家庭 健康 事业 和他的关系 各样各样都有 我想我做对的就是 在这一年多里面 我真的把神 放得重要很重要 所以我想这件事 看到很明显 就是他的生命 和神的关系 很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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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样我都捉到老神 我想这个就是 我自己有客 但是他没有客 靠着那家 吸我力量的 我法师都留了 好 好